input是文本框 我们可以在表单里面去添加一个input 这个type属性的值是这个input元素的类型 默认的是text 想在表单里面包含这个元素的值 我们需要呢去给它提起一个名字 添加一个name属性 这个名字呢可以是text placeholder可以在这个文本框上面去添加一个站位符文字 去提示用户这个文本框里面应该输入什么样的信息 在页面的样式文件里面 再去设置一下input的样式 添加一个input 然后先用padding去给它添加一点内边距 打压的是八个像素 background背景颜色是白色 再用margin添加一点外边距 然后再给它添加一个边框 一个像素的灰色的实现 最后呢再用一个boulder radius去添加一点圆角效果 再预览一下 在这个文本框里面输入一点东西 按一下提交 这个文本框的值会在表单的submit的实践处里面可以得到 在表单组件上面绑定实践 我们可以使用bind 后面再加上这个实践的名字 比如bind的一个input实践 添加的属性呢就是bind input 属性的值是这个实践的处理方法 比如我们可以叫它input handler 在页面的主逻辑里面再去定义一下这个input handler 它接收一个invent的参数 然后在控制台上面我可以去输出这个invent detail下面的value这个属性的值 再去试一下 在文本框里面输入一点内容 会实时地在控制台上面输出我们输入的内容 再添加一个taxarea文本区域 这种组件可以向用户收集大块的内容 同样我们需要一个name属性 给它起一个名字 叫它taxarea placeholder是站位符文字 也叫它taxarea 这里我们可以使用bind去绑定实践 给它绑定一个input实践 也用一下这个input handler来处理 然后设置一下这个文本区域的样式 这里面添加一个taxarea 再把这个width属性的值设置成order 回到开发者工具再试一下 输入一些内容 然后点一下提交 这个表单里面的数据会包含表单里面的文本框 还有文本区域里面的内容 就像这样的简单 如果就是这种文案 这种文案 就是这样的人 它就好 感谢观看